郭麒麟一句话揭开社会的黑暗 这句话传遍朋友圈 真的太胆说了 只有亲身经历过被网爆 才能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 攀岩原本是在地铁上见义勇为 但却被想到被对方家属歪曲事实 仅仅靠着十几秒的视频 就彻底地将事情反转 将攀岩塑造成了一个指挥挥拳头的暴力男 这件事情发酵没多久 攀岩的所有信息都被公之于众 偷拍女孩群体的变态家属 带着一堆人来到龙科大闹一场 都在拼尽全力帮助攀岩 但因为发生事件在监控死角 所以导致攀岩百口莫变 很快攀岩的妈妈也被网友攻击 甚至被围追堵截 这件事彻底惹怒了攀岩 她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幸好一名目击者提供了很多视频 加上被拍的女孩也出来发声 最终让攀岩公布了真相 可这件事却依然在网络上传来传 导致攀岩哪怕成亲了 但却依然没有人相信她 如今在这个网络发达的社会阶段 接受信息的方式太多又太快 很多人只相信自己认为的 不肯相信事情的真相 因为攀岩是个律师 所以他们就认为对于她的判决中一定有水分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虽然批判别人 这就是现代网民的素质 认为隔着两个屏幕一条网线 就永远没有人能够抓住他们 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最终攀岩一封律师函 起诉了那几个一直在煽风点火的人 最终才彻底平息这件事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 才导致如今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都害怕惹火上身 最终选择了冷眼旁观 但攀岩是个生性善良的人 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相信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时 他依旧会挺身而出